好 再来看到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首度接受媒体专访 选择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 全文以问答的形式来呈现 主要谈到蔡英文总统对九二共识的看法 她在访谈中表示 如果要台湾政府在限期内接受九二共识 这个可能性不大 而这也是蔡总统上任之后 首度针对九二共识有更进一步的具体看法 她也在专访中向北京喊话 强调必须尊重台湾的民主意志 并且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贪心 与华游资深副主编雷里维茂斯 开心握手合照 这是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首次接受媒体独家专访 把第一次献给了美国华盛顿邮报 内容聚焦在两岸以及美中台三边关系 全文以一问一答形式呈现 华游一开头就问到 习近平要蔡英文对于九二共识的表态有个daylight 蔡英文回应 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所谓的期限 可能性不大 这也是蔡英文首次面对九二共识 有较为具体的回应 民进党立委也同样发声力挺主资 另外华游也问到五二零上任后大陆切断两岸过一 小英要求的不是小英接不接受九二共识 是小英听不听话 退一万步远即便当年真的有达成了共识 那也是被派去谈判沟通的人跟对方达成了共识 也不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共识 另外华游也问到五二零上任后大陆切断两岸过去沟通的官方管道 未来将怎么处理 蔡英文总统表示政府在两岸沟通有多种管道 也有民间的接触 现在两岸立场有所分歧 政府持续努力让差距减到最小 相信大陆能了解他在就职典礼时释出的善意 蔡英文的五二零就职演说上 谈两岸关系避开九二共识 这也被国台办只称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所谓的善意对岸似乎还感受不到 而这次就任后首度专访选择了美国华盛顿邮报 外界解读除了测风向争取美国理解与认同外 拉拢与美方关系 同时也向大陆释放与美方案挺的态度 蔡英文借专访传达讯息 怎么多一点弹性 未来两岸关系仍旧是蔡总统的棘手课题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